上禮拜我们看到的是资料库的部分 我们主要是介绍MangoDB 然后很多同学的电脑装了 装不起来之后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大家几乎上周有来大部分都装起来 而且可以用 可是用程式去存取的部分 我们到目前为止讲的比较少 这周和下周我们都还会再补充 可是我们这周打算先让各位多看一点东西 上周我们所看到的是MangoDB 它是一个文件型资料库 也就是它储存的内容是Jetson的格式 所以Jetson物件你可以很容易的把它整个存进去 这是它蛮好的一个地方 可是其他的资料库不见得都可以这样 像关联式资料库你必须要试表格 而且试一个一个的记录 每笔记录里面栏位都要很清楚 而且不能够有两层以上的栏位 栏位里面还有栏位这是不行的 在关联式资料库通常是这样 当然关联式资料库大部分也都不存 它都会做一些修改 所以让你可以储存一些类似物件的东西在里面 甚至把影像存在里面之类的 也是有可能的 或储存很长的字串 可是那种毕竟不是关联式资料库的专长 那种只是对它做的衍生 你可以看到像我们使用Node的时候 它使用的资料库其实可以有很多 这边所列出来的也是一些很常用 不常用的有更多 那像Cassandra,CoachDB,LevelDB,MySQL,MangoDB,Neo4J,PostgreSQL,Redis,SQLite,Elasticsearch 那这些都是属于Node上面可以用的资料库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最常用最常用的Node上面最常用的 第一个我想是MangoDB 那除此之外我看到有一些 我的程式设计的网友很多 那他们大部分都会除了MangoDB以外 他们会用哪一个呢 他们会用PostgreSQL 如果他们想要一个关联式资料库 而且在Node里面使用的话 他们会用PostgreSQL 那MySQL慢慢的越来越少人用 因为MySQL被Oracle并掉 所以Oracle并掉之后 MySQL就变成一个不是那么开放的产品 不过MySQL因为它原本是开放原始码的 所以有人就把原本的MySQL开放原始码分裂出来 成立了一个叫Mariadb的 所以你现在如果要去用开放原始码版本的MySQL 可能用Mariadb会比较开放一点 OK 那用法应该几乎都是一样的 只是慢慢的它会有一些差异 那另外Radis是一个记忆体资料库 那它的资料呢 全部都放在记忆体里面 但是它也会做persistent的功能 就是永久性 也就是说它资料虽然在记忆体里面 你关机之后 它是不会轻易的就这样不见的 它会随时 虽然主要放在记忆体里面 但是随时它也是会写入硬碟 OK 可是基本上你不能把它拿来当成像Mariadb一样 这样的大型资料库再用 因为它的着眼点是放在记忆体里面 可是它有一些好处 放在记忆体里面就是跨 OK 那所以它常常用来做什么呢 各位知道像那个 如果你经营一个Facebook 你对那个点击率最高的一些讯息 你不太可能说我都把它存在一叠 每次有人点我就去一叠里面抓 这样就会很慢 所以呢 通常它们会用Radis做一层快取 把点击率最高的那些讯息 先全部放在快取 然后有人点了之后 就直接从记忆体快取 那这是慢慢的在规模化的时候 就会开始碰到的一些事情 不过各位现在通常连应用都还没有 所以还不需要考虑到这种问题 所以等到你有应用之后 你再来考虑规模化的问题 你这到了使用Radis的层次的时候 往往已经是 你的东西已经有几十万人在用 然后你的那个量已经没有办法复合 这时候你才会需要考虑到这个 好 那另外像Seqlite 这都是一个比较简单型的资料库 但是最后还有一个叫Elastic Search 那Elastic Search这是一个全文检索引擎 基本上它是从Lucini这个专案来的 Lucini是用Java写的 Elastic Search现在应该也还是用Java写的 不过用Node我们只是连接它 所以你一样就是像MangoDB一样 MangoDB也不是用Java写的 MangoDB也不是用Java写的 MangoDB是用C写的 所以我们是启动那个伺服器 我们启动那个伺服器 那个伺服器是用C写的 然后我们是用Node去连接到那个伺服器 所以它到底用什么写的供门 用什么语言去呼叫它没有关系 同样的MangoDB其实可以 你可以用PHP 你可以用Ruby 可以用各式各样的语言去存取 都是可以的 那你可以看到像这里有一些 Elastic Search的例子 那这边的例子就可以去搜寻一些栏位 而且它找出来的东西是一大堆的Hit 一大堆的具有这个文 这个词汇的文章 所以它是一个全文检索引起 所以你使用Node你要用 从文件资料库、关联资料库 到全文检索引起 你都没有问题 那记忆体资料库都是没有问题 那这是有关于它的一些用法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Cassandra怎么用 New Cassandra Client 然后呢 连接的对象 OK 这样就连完了 那Select 一些资料出来 这是查询 同样的 CoachDB怎么用 都很像 其实就 RequireNano 它会用一个Nano的套件 然后呢 去连接 然后DB.createBooks UseBooks 然后Insert 然后List CoachDB 然后LevelDB呢 RequireLevelUp 要装这个套件 然后呢 就 put 然后 DB.get 那你要注意到 这些哦 就是 我们 现在去查询 资料库的时候 查询这个动作 需要 久还是不久 还是很快 哦 原则上你感觉好像很快 事实上对电脑来讲 它是很久 如果他查个0.1秒钟才回来 那对电脑来讲 他其实就0.1秒钟没做事 一台电脑0.1秒钟就可以坐上 几千万次的CPU Clock 那你0.1秒钟才回来 对他来讲是超久 所以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当你这个get执行下去 如果他0.1秒钟才回来的话 那你CPU就得在那边等着 什么事都不做 然后等到这一个函数被回忽 被回忽的时候 已经是0.1秒钟之后的事情 那你的CPU会非常非常的没有效力 那所以 这种回忽的方式 照理讲应该空出来让CPU可以很有 可以去做别的事 可以完成很多事情 所以如果以这个程式这样写的话 其实他CPU就不会再做别的事 所以这种回忽方式 你要小心 那另外一个键事情是 如果你今天想查询一个资料 出来呢 再根据这个资料把它复制到另外一个地方 再写进另外一个资料库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这边db.get 这边db.put 再db.get 再db.put 然后你就会发现 他会形成一个很长的斜拨 那这个很长的斜拨你的程式会很难看懂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不是顺序性的 传统的写法我们是 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 可是他现在变成第一条的回忽 在里面 然后呢 呼叫第二部 第二部的回忽在里面呼叫第三部 你的程式会很难懂 你自己也会 会快疯掉 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牵涉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东西 叫做Yield Yield Yield就是里浪的意思 那里浪我把现在的执行权让出来 给别人去执行 那等到你需要回忽的时候 我使用里浪的话 你需要回忽的时候 他会透过传回一个有callback的函数指标 然后呢 让你再去呼叫他 可是你整个程式执行起来就会感觉 好像先执行第一条 再执行第二条 再执行第三条 变得很顺 那这个叫Yield 等一下我们会看 可是这个Yield 目前对各位来讲太难 太难 所以我可能不会很清楚的讲解他的原理 就算讲解了 也只是会把各位搞得很混而已 但是呢 各位会用 先会用 等到哪一天你对Yield的实作内容发生兴趣 你再去看他怎么去设计这种Yield的功能 OK 所以你只要会用 你会用的话就是把他原本呼叫前面加个Yield 没什么 那就很简单 好 接下来是MySQL的用法 那你看到这个 只要是 SQL类的通通会用 使用一种语言叫做 SQL 那种语言就叫SQL Structure Query Language 结构性查询语言 他这种语言都长叫select 什么from 什么as 什么之类的 这种叫做SQL 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上礼拜用的MangoDB 那你注意到MangoDB的做法也是这样 我先connect 然后回呼 这个回呼的范围是这么大块 然后呢 接下来在里面又再呼叫一次Find 有没有 因为连上了之后才可以呼叫Find 那Find里面再回呼一次 那如果你里面又要再做一次Insert 或之类的 那你就得在这里面再加一层 BB.Collection.Insert OK 那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倾斜式的一种程式结构 那Yield可以让这种倾斜式结构摊平 这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Neil 或J 那这是另外一个资料库 它的做法 是Query ESCC 那这种有点RAM的这种东西呢 叫做Promise 那这个各位暂时还先不用等 不过在JQuery里面 其实你之后就会看到Promise 我们下礼拜我会给各位一个完整的系统 也就是哪一个 基本上就是这一个 而且我会把它改 因为我现在写的有点乱 我会把它改的 比较漂亮之后再给各位看 那也就是说 我自己的这个网站 它的整个设计结构 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所以你要稍微准备一下 你要把你之前学的Bootstrap 那些东西复习一下 否则的话你会不懂我到底在讲什么 然后Bootstrap JQuery 那些CSS HTML 那些东西你要复习一下 否则你会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如果你 你 之前没有上过我的 这方面的课 请看这部分 前端 前端网页技术这部分 把这些东西至少 至少前五讲把它看完 把前五讲看完 你下礼拜才不会一头雾水 从网页 从网页基本语法 CSS DHTML Bootstrap 到JQuery 至少要看到JQuery 这样你下礼拜才不会一头雾水 你下礼拜才不会一头雾水 但是这个已经讲过了 我们不会再重复 你待会可以问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你待会直接看就可以问 好 那 那 刚刚看到的是这个 Hosquery 就是 刚刚看到这边 Near forJ 再来Hosquery SQL 这个资料库 如果你要使用关联式资料库的话 目前是强烈推荐使用这个 不要再用MySQL OK 因为听说 我自己不太有在用这个 但是 听 比较高手级的网友 通常他的评论是 再也不需要用MySQL 因为 他们发现Hosquery SQL 已经远远超过MySQL 那 再来 你 另外一个是Reddit 这个是一个记忆体资料库 基本上他就 有点像我们之前 在 上学期的时候 曾经使用过 用来写留言版的 那个Local Storage 还有印象 我们不是写留言版的时候 把一些讯息给丢到 那个Local Storage 然后最后再查出来 对吧 好 那个东西 也是记忆体资料库 但是那个东西是存在你自己的网页里面 所以那个东西不能够超过5Mb 5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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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Mb 5M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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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某個東西放進去 Hset把一堆東西放進去 那就 相對的使用起來就很像 很像那個Local Storage 只是它是四五端 而且容量比較大 另外SQLite通常 也是被放在客戶端或者是放在手機裡面 然後放在 潛入式系統裡面使用 這個在早期的Android SQLite還是標準的資料庫 但是現在好像有改變 另外是Elasticsearch 這是搜尋引擎 所以如果你 像 各位二年級有個 學長是 他說專題要找我來 為什麼?因為他要做聖經的檢索 那就是 聖經的檢索 如果你今天是要做聖經的檢索 你用這一個就蠻適合的 用Elasticsearch就會蠻適合的 因為他本來就是個搜尋引擎 OK 所以下次 我還忘記跟他講說這個 你可以考慮使用這個 不過他現在 還沒有 還沒有時間處理這種問題 所以 我也還不急著跟他講 所以大概 大概我們 會用到的所有資料庫這些就很夠了 基本上只要從裡面選出三個 就差不多 三個到四個就差不多夠了 哪四個呢 我現在的建議是 第一個 MangoDB 如果你儲存的是 Json格式 就是JavaScript的物件 Json格式的東西 就使用MangoDB 第二個 PostgreSQL 如果你需要使用關聯式資料庫的話 那就使用PostgreSQL 關聯式資料庫的好處是 他有Join 只要你的資料可以正規化得很好 你使用關聯式資料庫就會 就會是蠻好的一個選擇 而且 你的資料絕對不能遺失 那你就應該使用關聯式資料庫 如果你今天要寫一個銀行的 使用的資料庫系統 那你應該選擇關聯式資料庫 而不應該去選擇什麼大數據資料庫 但是如果你今天 需要使用的是 譬如說你要寫一個Facebook 那Facebook這種訊息就算暫時出不來也沒關係 那這種就可以使用MangoDB OK 所以挑資料庫 是要 看你的 應用領域 而決定的 不是所有東西我都挑同一種資料庫 不太恰當 那 這是前兩個 第一個MangoDB 第二個PostgreSQL 這是目前建議 第三個是 當你 規模很大需要做快取的時候 就用Redis當快取 第四個是當你有全文檢索功能需要用的時候就用 Elasticsearch 這樣子 這四個 原則上我覺得 目前 你可以這樣搭配 那其他的你就都不用管 OK 大概是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稍微看一下上禮拜的 資料庫的範例 資料庫的範例 等一下 我們會從這邊稍微去改一下 上禮拜我們看到使用Node.js存取 然後給了一個例子 那這裡你看 我們 寫程式寫成這樣 我先connect上去 然後 就 插入一堆文件 然後再把它 取得出來 然後轉成陣列 然後最後再close 你有沒有看到它已經是四層結構 你還可以再繼續深入 插入之後再 尋找出來 尋找完之後 再做刪除 刪除之後再做修改 或之類的 隨便 那你就會 一層一層又一層 那你的程式就會變得有點麻煩 可是 我們 今天要教各位 一個方式就是我怎麼把這一個程式給攤平 就不會變成這樣子一層又一層很難懂 但是在這之前我們先把 這個程式再執行一遍 各位還記得怎麼執行嗎 過了一個禮拜 希望沒有忘 來 首先 如果你使用的是上禮拜的電腦 那你應該 電腦已經安裝好了 好 那在這裡 我們 我還是切到我自己的資料夾 我切到 我切到桌面 好 我切到這裡 那 我就用mango d 然後 s s s db s db 不是 db pass 不是啊 我看看 mango d 我自己都忘了 mango d 切切切 這是程式 看一下 有時候會忘記 db pass db pass db pass 可是剛剛他出什麼訊息 看一下 多拿個db db pass 點嗎 點嗎 喔有可能 這樣 試試看 不行 我看一下 這裡 data 資料夾不存在 不是在點的問題 是資料夾不存在 所以現在這個資料夾不存在 我要先建立一個db資料夾 這樣子資料夾才會存在 所以應該不是點的問題 應該是 好啦可以了 資料夾不存在 所以有時候 我得看一下他的訊息 這是為什麼 學電腦 學程式 有時候 英文蠻重要的原因 因為如果我們 看不懂他的訊息的話 我們永遠都忽略他 我們就會除錯 除半點 好 那現在我伺服器已經 建立起來了 那我就把 那個程式再拿出來執行一下 那我先 在桌面 這件事裡面 MangoTest 不是這個 對上禮拜的程式我還在 那我就直接執行一下 好 那我把它分兩邊 好那你有看到他資料其實是已經 插進去了 所以這邊有洞 有洞 好那你怎麼確定他資料已經插進去了 這裡用 Mango 的 看來端 然後呢 連接到 我們那個資料庫叫什麼 確定一下 我們的資料庫 剛剛那個叫什麼 資料庫的名稱 是 ESAM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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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現在 Mango ESAMDB 好那連進去之後 DB 點 資料表名稱 資料表名稱叫做Q 叫做Q Q.by 好那你就看到剛剛插進去的三筆資料有在裡面 好 那 先做到這一步 等一下我們要講新寫法 也就是EOT的寫法 所以各位請先重複到這一步 複習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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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好 好 好